腾讯体育室 今夏送走了上赛季表现出色的理查利森 从巴巴得到了进攻天才德乌洛费乌 而布莱顿则在转会市场投入7000万欧元 演进了蒋汉巴赫什 比苏玛 贝尔纳多 巴洛宫等多位实力派球星 两支球队新赛季的目标都是为了保级而战 此番在首轮将狭路相逢 谁都希望能够取得开门红 沃特福德本场排出自自二阵型 迪尼和格雷也没风险 中场方面修斯和佩雷拉两一起飞 杜库雷和强土埃坐镇中路 后卫线上 卡斯卡特和卡巴赛勒搭档中卫 霍莱瓦斯和杨玛特一左一右 门下则是本福斯特 布莱顿方面 格罗斯和穆雷出现在风险上 中场依然有普罗佩尔 诺凯尔特领衔 第九分钟 本福斯特发动进攻 格雷突入禁区 右翼的攻门被瑞恩化解 第十二分钟 沃特福德获得前场任意求的机会 霍莱瓦斯的直接攻门 被人抢打出底线 第十四分钟 杜库雷进区前沿横船 西斯湖顶处的远射又被封堵出底线 第十七分钟 格雷送出妙传 佩雷拉的攻门被封堵 随后佩雷拉在射没有提正 迪尼小禁区前沿的近射被瑞恩神勇铺出 第十一分钟 布鲁诺右路 船中 士蒂芬斯顺势的扫射稍稍偏出左门入外 第十六分钟 布鲁诺硬伤无法坚持被盖胎帮换下 第十七分钟 格雷传中 修斯的攻门偏出右门入外 一分钟后 杨马特院设备封堵 比赛的第十五分钟 霍雷拉特身凌空出射 虽然瑞恩扑了一下 依旧男阻皮球入网 沃特福的一比零领先布莱顿 第四十五分钟 格罗斯传中 穆雷的投球攻门偏出左门入外 上半场赌试阶段 霍雷拉特任一球传中 格雷的投球攻门顶偏 随后霍莱瓦斯再度送出脚球传中 修斯的投球攻门偏出 恰巴塞勒的攻门又被封堵 第四十九分钟 霍莱瓦斯左侧任一球传中的后点 恰巴塞勒的投球冲顶稍稍高出衡量 第五十四分钟 霍莱瓦斯在左路 面对两人包夹将球分出 佩雷拉突入景区左翼小角度推射远角命中 沃特福的二比零扩大了领先优势 第六十五分钟 布莱多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 比苏玛的直接攻门飞出底线 第六十九分钟 杜库雷建议同伴传中投球百度 第一的远射偏出左门入外 两分钟后 马尔齐传球 比苏玛的攻门稍稍偏出左门入外 第七十五分钟 蒋浦埃的远射魏瑞文化解 第七十七分钟 贾汉搭克什脚球传中 普罗佩尔小禁区内的投球攻门顶偏 第八十四分钟 瑟克塞斯传球 杨马特禁区六翼的攻门被封堵 随后瑟克塞斯再度分球 蒋浦埃的远射达飞 最终沃特福的主场2比0击败布莱顿 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 双方出场阵容 沃特福的4-4-2 门响 二十六号本福斯特后卫 二号王马特 十五号卡斯卡特 二七号贾巴赛勒 二十五号霍莱瓦斯中场 十九号休斯 八十一分钟 十二号赛马 十六号杜库雷 二十九号卡古埃 三十七号佩雷拉 八十七分钟 二十一号击科前锋 十八号葛雷 七十四分钟 十二号测克塞斯 九号迪尼布莱顿四干四干二 门响 二号瑞恩厚威 二号普鲁诺 二十六分钟 三号盖台邦 四号杜菲 五号多克 三十号贝尔纳多中场 十一号诺凯尔特 六号史蒂芬斯 二十四号普罗佩尔 二十号马尔及其十一分钟 十六号贾汉巴赫十前锋 一三号格罗斯六十分钟 八号比苏玛 十七号穆雷 半细安的免责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